更新的平安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那么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四项主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4章47到48节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设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那么耶稣说人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设罪的道 那我们首先可以思想 为什么是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设罪的道 关键在于这设罪的恩 设罪的源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付了代价 所以这设罪的权柄的源头 也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而耶稣基督将这设罪的权柄也赐给我们了 那我们其实就像是耶稣的传令兵 就是上级交代什么 那我们去传达传递 那么这当中我们传递的话就有权柄 但这权柄不是从我们来的 是从我们的上级来的 就像我如果跟我的某个童工说 请你去跟某个童工说 牧师说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童工所传递的话 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从牧师来的 所以他所说的话就有一定的效力 那同样的 我们来去传递神的话语 传递悔改设罪的道 来去宣告人的罪蒙赦免了 那这个权柄不是从我们来的 我们只是传令 传递耶稣基督的命令 因此我们传福音呢 要有一种心情 或者说要有一种了解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去承担 那个人家信不信主的责任 这样子的压力 因为这个权柄其实不是出于我们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 我们有没有诚实而准确的 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有没有从上帝来的工作 在我身上 使人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也就是说 我们活在人的面前 人看见我们 是觉得哇 他有这样子的信仰 他的生命是让人 所佩服的 让人愿意亲近的 让人觉得 他硬是个信仰 他确实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还是会让人觉得说 哎呀 他这个信耶稣的 怎么这个样子呢 比起我这个不信耶稣的 好像还要不如 或者是 他怎么信主信那么久 跟家人的关系 还是这样呢 怎么处理事情呢 还是这样 还是那样 怎么说几话来 还是这样子到处伤害人呢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是 我们有没有上帝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 使人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传递神的话语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要吸引人入教 如果我们太多的 想要透过一些的方法 吸引人的技巧 甚至于加上一些 不在真理里面的元素 想要让这个东西看起来 让人比较容易接受 人会比较想要去 接触去得着 那其实我们就会很容易 落到另外一个危险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要传递的信息 跟要传递的盼望 它的终极目标 并不是地上的兴盛 而是在生命里面的荣耀 跟永生的盼望 天上的荣耀 这是我们要先来了解的 那么再来我们要思想 我们要见证主生命的美好 神并没有让我们 能够忽略近处的 仅仅看向远方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 最不容易做见证的 最不容易传福音的人 反而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也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 那因为跟家人朋友 传福音很不容易 也就是说我们就宁愿 跑到很远的地方 那或许在那些地方 我们觉得我们还会受到尊重 有点成就感 那么耶稣自己也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所以跪远渐进 这是人性的软弱 也是无难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 就放弃了对家人做见证的使命 因为要对家人做见证 这件事情的本身 其实就是对自己生命 最好的一种鞭策跟学习 就好像做父母的 其实往往最不容易察觉 自己儿女生命的成长跟成熟 往往做父母的很少 或者说相对比较不容易 看见那个儿女独当一面的 那一个面向 那我们知道这当中有它的难处 但是我们如果有一种愿意的心 我们就是期待 我们能够在家人的当中 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 能够与家人的关系弄好 那其实就会更加扎实地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结出神美好的果子 所以如果感觉对家人传福音 是不容易的 那这是正常的 我们不是不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福事 去向比较远的地方的人来传福音 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失去 成为亲近的人的见证 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那当然这一切要能够成就 我们就需要领受圣灵的能力 那这件事情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 那今天的信息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不能够忽略 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不能够忽略 我们要在家人当中 活出属神的生命 这不容易 但是我们相信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们就凡事都能行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愿主圣灵与每位同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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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